李晨终于坐不住了,积极回应分手的留言,网友,干得漂亮。 大家也知道,最近的娱乐圈不太平静,时不时就会出现劲爆消息,引来无数网友的热议,但是没办法,娱乐圈就是这样子。 而之前范冰冰因为崔永元也惹上了不小的麻烦,好在后来澄清后都相安无事。 可是在之后,范冰冰和李晨的关系就一直没有明目,网上有说已经分手的,有说快要完婚的,甚至还有知道婚期是几号,在哪里举行婚礼的。 这些消息网上真的是有很多,而且没有一个统一答案,版本是有很多了。 不少网友觉得两人一直没有回应,是因为两人的情侣关系临存失望,实际已经分手了。 所以很多粉丝很关心两人发展的如何,而网上版本太多,实在是不知道相信哪一个。 而在近日,李晨终于亲自回应了这些消息,表示跟范冰冰好怼很,所以网上这些基本都是谣言,请粉丝们放心,在适当的时候会告诉大家两人的婚礼。 而现在接到一部新戏,需要去国外拍摄,所以很忙,等忙完了自然会通知大家的。 这则消息就像镇静记一样,很多网友也是老实了,调识作等李晨宣布这场期待已久的婚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